请大家和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六祖谈经当中的第二品 也叫做菠若品 那么这个菠若品 就是算是整个六祖谈经当中 最圣的 直接宣讲 这回菠若菠若密多的 这么一个交易 所以大家在提出的过程当中也好 接受的过程当中 应该就是 韩传佛教对菠若的这种论述 就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们以前学过 印度的一些大德们的 像龙蒙菩萨 还有三千约成等等 一些菩萨的教言 然后也学过一些 当传佛教的 像全职蒙菩仁波切 纵喀巴达斯等等 一些大德们的 就是这些中观的教言 那么今天 也算是 那个 韩传佛教的 就是 六祖汇浪达斯 就是他对 这个 菠若的一个描述 就是 所以呢 以前就是 由其他 这个中观菠若的基础的人 应该 互相对照 就是我们 以前学过的 这些道理 跟这里就是互相相互相成 我想应该可以这样的 那么我们下面 就是说 波若平 波若平第二 就是这样说的 他这里说 应该我们前面的 第一篇的内容 可能这个前面 也许是他可能 前面的这个一篇 就是第一节课的 这个内容 我们讲了好几节课 就是 所以 就是 前辈大德的智慧 跟我们的这个智慧 确实也是不相同的 我们对他们的 这个一节课的知识 就是要讲很长时间了 而这个 柳州呢 就是说是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那么就是 为师俊主 就是他呢 就是再三的 这个请求 再三的请求 就是发意 就是再三的 这个请求 这个佛法 这个开始 那么这样以后呢 就是也是通过 他的这种全情 然后呢 就是再次 就是给大家就是转真正的这个般若法门的这个法轮 那么啊 这个呃 柳州大致就是他那个就是坐上这个法座之后呢 就是告诉大家啊 就是他通过他的这个请求呢 然后他再次的就是给大家就是传输这个佛法 那么他这次的传输佛法呢 因为那个呃就是为师君主他的一些这个请求吧 就是主要呢 就是要求让他因为他以前是这个依靠金刚经而获得这个开悟的 因此呢就是应该关于这个金刚经的空性方面的这个转发论 其实呃这个呃 这个呃这个呃 这个呃这个呃这个之前的话呢 就是像这个这个莲花莲花经啊 就是能言呃呃能切经啊 就是这些是在汉传佛教当中非常负责 呃这个呃 这个呃 非常这个这个重视的啊 就非常这个重视的 然后留住以后呢 就是这个这个对金刚经 因为他当时的这个这个开悟的这个经典呢 就是金刚经 所以呢 在整个汉地啊 就跟其他的任何经典都是不同的 包括现在就任何一个牛童处啊 就任何一个学货的人呢 基本上是就是都度过这个金刚经 其实金刚经的内容呢 以前我们也学习过 就是有些时候的话呢 也不是那么很容易的 就是他跟这个正义和世俗 就是结合起来讲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一般来讲 就是学习薄弱呢 的确也是如果没有一定的基础的话呢 好像是标面上看呢 很多地方是有点矛盾 就是但实际上呢 就不可能有矛盾的 就是但这些道理呢 是在金刚经当中描述的特别清楚 因此呢 他当时这个要准备 就是讲这个波罗经的这个法门啊 就是波罗经的法门 那么波罗经的法门的时候呢 就是他就是这个灰浪大师呢 就是他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大众啊 就是这样这个说的 就是中心纪念 这个摩护波罗波罗米多 就是他首先的话呢 就是要求大家这个心啊 应该这个清净下来 就是心清净下来 然后呢 要求大家就是要一起去念诵 就是摩护波罗波罗米多 就是要念 就是这是我想那个 因为六度他有一个特点的话呢 就是前面就是对这个道明就是法师的这个 自知吧 就自知信心的之后呢 要求他呢 这个心要就是安住下来 就是心要清净 然而心清净良久以后的话呢 才给他穿就是不三四不四不四不四三不四恶不 就真与这么是 就是这就是你的本来年末 等等就是他就意 就是对他这个制止 所以他今天也是在将这个波罗法门之前的话呢 要求大家呢 要这个心清净 就是我们也是经常就是在这个听课之前呢 就是要求大家就是祈祷 要求大家呢 就是说这个要什么 就是要求大家就是祈祷也好 要求大家呢 就是这个念诵也好 发菩提心意好 应该说是在我们一般的一个世间人呢 可能那个就是长期都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的时候 你这个听法之前呢 就是一定要挑战自己的心 否则呢 就很容易就是被这个外景做转 而且你这个僵刻之前就是没有很好的这个挑衅的话呢 那么就是僵刻的时候啊 就很多人的可能就是一直在原来的这个亡量当中 就是没办法的 比如说一个人你正在这个修房子 然后呢就是开始该听课的时间到了 然后到了以后你如果没有这个调整这个心态的话呢 你虽然人坐在这里 但是呢你心一直想着刚才的这件事情是怎么做啊 我待会下完课以后怎么吃啊 怎么做啊 就是一直这样想 所以呢 前辈大德们就是一直要求就是讲话之前呢 一定要心跳 但是心跳的方法呢就是不同的 就是有些呢 就比如说汉传佛教当中就是先就是念阿弥陀佛啊 我们汉传佛教当中呢就是先一些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拉荣课颂的话呢 就是按照这个以前的门宏仁波切和那个 头盖如意宝还有法王如意宝他们的这个传承 就是然后想提前的话呢 什么这个八吉相啊 就是这个七只供啊 就是积累资粮啊 就是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这个发菩提心呢 就是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前面呢 就是大家为了挑心 就是基本上是可能用半个小时 接近二十多分钟时间呢 就是我们就是一连诵 一连诵的是 因为大家这个深重的加持力和自己的这种心态吧 就是原来你这个心很散乱的 比较疲倦的 然后到了这个课堂以后呢 大家一起恭送呢 就然后一下子就就对这种信心和这样的这个清净的心就出来了 当然这种方式呢 我们在大圆满前行里面的这个文法方式的前面的意乐当中 所讲的也要么是这个法无常的菩提心 要么是按照密法里面所讲的一切都是观这个清净心 但是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应该虽然没有这么说就是 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按照这个大乘佛教 第二专法论里面所教的一样的 应该以薄弱空性的这种这个道理 就是先呢就是应该这个清净就是空性 就是然后我们有时候是发菩提心 有时候是就整个这个所有的这个道成啊 就是包括听法的眷属啊 说法的上方全部都是观那个清净的什么这个无量宫殿啊 还有这个极乐世界啊等等 就是这样来修持 那么这里呢就是跟其他的有点不同的呢 就是说就是魔法波罗波罗蜜多 也就是说呢大家一起啊就是念这个啊就是大波罗波罗蜜多 也就是说是大这个智慧必然 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通过这样的 这种这个成就与加持啊 就是这样的这种啊这个真实于呢 就是让这个端除这个恶分别念 让我们的这个心呢完全都是清净啊 就是没有这个乍念的就是到达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吧 就是应该这样的状态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一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佛学员和寺院里面的僧人呢 本来也是心底较超的就是跳入 就是不是很困难的说实在 然后很多现在的这个大城市里面的这个居士啊 就包括我们这个学会里面的很多人呢 有些都是并没有就是很认真的前面的念诵 然后光是这个听听课看电影一样的就是听听课 还听完还没有听完课的时候就马上跑了 就是就那样的话呢 就是确实是这个前面没有这个发情 后面没有回向就是中间也是没有认真的听 就是一边吃瓜子一边吃汤啊一边喝水啊 然后就是做这个做那个就是 甚至呢就是有些一边听课一边就是玩后记 就是这样也听说是有就是这种这个怎么说啊 就是一种这个散乱的这个心态当中听法呢 就是不圆满就是不圆满啊 就是以后呢希望就是给大家 刚开始呢就是尽量的有时间 就是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人生当中听课和学习佛法是 应该说是最重要的就是最有意义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哪怕是一个小时就是前面的这个念诵 大家一起念诵 就是不要这个随随便便就是啊 就是念诵不是很重要也不能这么想 心要调整 然而念诵好好玩了以后呢 就是很认真的这个听啊 听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就是大家也应该就是按照这个法语就是去这个思维 那么下面就是说这个啊 我菩提般若自知 世人本子 就是本子有知 只愿信米不能自我 许家大善知识 十道先行 他这里就是也是六字灰浪大师呢 对所有的人呢就是非常这个尊重 最终公军的语气呢跟前面一样 就是他后面的很多称呼 全都是这个三知识 就是他对就是给这个智慧啊 就是给各位呢 就是用这个三知识的这种称呼啊 就是各位各位上师 各位大德 各位什么这个上司 就是三知识 然后他说是菩提般若的智慧啊 就是菩提这个妙会 就是菩提这个必到必然的这个智慧呢 其实每一个人就是所有的这个众生呢 本来都是所有的啊 就是他是本来的 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如来当的这个本来之之呢 每一个众生都是自本来就是居身的方式来存在的 但是呢就是只不过因为呢 就是他已经这个这个一年信愿吧 就是一年的这种这个智慧啊 就是信念 就是信念呢 已经这个信呢 就是受到了这个迷惑 就是因为他怨这个对境的这样的这个原因吧 就是正因为呢 就是他怨这个各种这个对境 就是产生了一些这个分别 就是信呢 就是受到了这个迷惑 不能就是如理如实的真正这个建造自己的本性 所以呢 必须要什么呢 就是接触大善知识 也依靠大善知识 就是一定要依靠这个善知识 依靠善知识做什么呢 就是示导见信的人 依靠善知识的开导 然后呢 就是要这个能见到就是真正的这个本性啊 就真正的本性 所以在禅宗来讲啊 在禅宗来讲啊 在禅宗来讲啊 就是首先他要认可就是每一个众生呢 就是具有这个如来藏 就是具有如来藏 就是具有如来藏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这样的这个如来藏 凭自己的能力 凭自己的一种这个想法也好 凭自己的一些这个势力 就是能不能真正就是开悟呢 就是非常的这个困难的啊 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上师的这种指导 和没有上师的这种开导的话呢 确实是这个侮辱歧途 就是非常的这个难 所以在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呢 首先是 的确我在座在座的各位都很明白的 就是依靠善知识的这种 这个引导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没有这个善知识的话呢 就是确实也是一种这个盲修下恋 就是我们以前好像讲过吧 飞天歌里面就是说是 修心容易欲识难 什么就是不予命死众识献 就是说是这个修心都很容易 但是遇到民事很困难的啊 其实没有遇到民事的话呢 你去这个修心呢 就是都是这个起不到作用的 自作聪明非 什么这个空非 你盲修下恋 以图脑 就以图然 这样这样的吧 就是说这个 你如果就是没有这个真正的上师的开始啊 就是自作聪明的话呢 那么就是最后就是什么都就是没有这个真实的这个利益了 没有真实的这种这个毅力了 就绝对不合理的 然后你这样的这个盲修下恋就是最后得到的什么呢 就是徒劳无益 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事业 因此呢 就禅宗也是是依靠这个大德 依靠这个善知识的开始 没有这个善知识的开始呢 确实是就是非常这个难的 我也经常想啊 就不管是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这个隐秘也好 禅宗也好 戒律也好 任何一个知识呢 就是还是需要有这个经验的 有这个证悟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善知识的开导 有了这样的善知识的开导的时候呢 那么就是自己啊 就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什么样程度的 他自己呢 就是一定会是有一些这个无心啊 当然这个有了这个无心以后呢 你也不能就是轻易的依靠这个善知识 否则的话呢 那么就是有时候啊 就是也不一定啊 就是你先已经碰到了 先已经证悟了 但是后来呢 也会可能就是受到就是外境的这种感召啊 以前那个应该是在唐桃的时候吧 有一个慧海禅师 就是这个慧海禅师呢 就是他是好像那个校的时候 都是在其他这个寺院就是出家 然后呢 就是后来就是他去各个地方去参访 参访的时候 有一次去这个麻祖 就麻祖到一大寺 就是在那里就是去 那里去的时候呢 当时好像我这个公案讲过吧 就是当时呢 就是这个麻祖呢 就是问你是从这个什么地方来的 然后慧海就是说是 我是从这个大云寺就是这个寺院里面来的 然后他就是上师这个问就是 你到这里来就是要这个需要什么就是干什么 我到这里来就是求佛法就是到你那里来这个求佛法 然后这个麻祖呢就是对他回答说就是我这里呢就是无一无就是没有没有什么就是啊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给你这个求的你自己呢就是本来就是具有就是自己的这种暴障啊就是你自身的就是自家这个暴障呢就是已经这个具足就是啊你到这里来就是干什么就是最可求的 然后当时呢就是慧海就是再次问就是那你说说我自己就是具有就是就是自家的这个暴障啊自家的暴障到底是什么就是 然后他说你正在问的那个呢就是自己的这种暴障就是自家暴障就是就这个这个 那么这个一说的时候呢他就是能问的这个信啊就是能问的信呢就是呃就是他就是就当时是他以这个这种方式来制止 这种方式来制止当下呢就是就是慧海禅士都已经这个这个开悟了 那开悟以后呢害怕这种经济就是推逝 然后呢就是一直就是一直了五六年啊就是一直一直在这个麻祖麻祖身边呢就是带了这个五六年 后来呢就是他就为了就是抱着自己的这种体度恩施的这种恩德吧就是然后呢就是到那里去 后来呃但是呢就是他并没有这个宗人面前就是出现了就是他一直是桃光颜晦就是就可以说 生长不落啊就是一直呢就是在这个寂静的山呢就是这个修行就是当时人们的话呢也不知道就是他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境界 后来就是他接近圆寂的时候就是造了一个呃就是灯武入门吧就是灯武入门摇一轮啊就是有这么一个论点 然后后来就是通过这一本书的话呢才知道他的这种境界是这个不可思议 所以从这个公案当中呢就是看到了一个这个忧愿的就是第一个呢忧愿的人呢就是依靠一种这个上师的就是指点 就是那他是一种这个标识就是也许呢就是他就完全完全这个明白的就是这是作为尼根者的话 然后他稍微有一点悟性的时候呢也不能这个轻易就是他的这个离开就是上师 否则的话呢他以后的这个活法离生也好修行的境界呢也不能就是替身 所以印度的一些大德们呢就是他们也是开悟的时候呢 一般是就是一直这个三年了就一直五年了就是这样的这种现象呢是相当多的 因此呢就是说我们这里的这个禅宗的一些大车大悟的话呢就是也并不是没有这个上师的这种开始啊 就是没有啊并不是没有上师的开始那么这个上师的这种制止方法呢 看就是每个人啊就是怎么样就是自己这个就珍惜啊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话呢可能是什么说啊 就那种这个呃好像那个清净性不够吧就是清净性不够 如果有了这个清净性的话 就是谁都可能有这个上师的这么一句话的这种对话吧 就是有可能会会有啊就是你这个呃来干什么啊 就是然后就是我来对你求法啊 就是那这么这么样的这个话都是很多这个上师都是可能会讲的 那不管是在这个集体当中也好就是个人的对话也好 其实有时候的话呢 以前上师如意宝经常讲过就是他的一些知识的话呢 就是那么应该是在这个大众当中就是大众当中呢就是经常讲 就是上师也说过你们看我这个所讲的呢 也许我的一个开玩笑呢就是对你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意义 就是因此呢 呃我自己现在这个会议的时候呢 就是当时的这个上师的很多呃这种开玩笑 或者是当时的上师的一个另外 比如说批评另外一个人或者说是赞叹另外一个人 在这个话图当中就是在他的一些这个标识当中的话 哦现在看呢就是原来是他当时这个说的呢 就是并不是就是是一般的这个语言 就是应该从中呢就是我们这个残种的一些这个妙 就是一种非常这个奇妙的一种员气吧就是 那么通过这种员气呢 表面上看呢就是我给可能大众说的 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对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呢就是非常多的 所以真正的这个三指示的确实是有这样的这个能力就是 但是如果不是真正的这个三指示的话呢就是对别人呢 也反而就是起到很不太好的作用 最终也有前一段时间我们什么这个英明辩论的这那一天呢 就是当时不是我说这个说这次我们这个参加辩论的人呢就是很辛苦 就是每个人呢我说这个发一个这个大字的其他文的传记论就是 然后听说后来有些道友呢就是对我特别不满就是很生气 就是说是马上要离开就是当时在电话里面就是说你非常不公平就是为什么给他们 然后我说是你自己有本事就是去这个参加学论文的话那都可以啊 然后说如何如何如何不公平要离开说的 所以说像我一样的他一样的人之间的话那就是也有这样的 不要说这是一个好的就是然后翻过来说我还下去我还是一个很公平的 就是这是他们就是以及我可能是两个月以前都是做过就是 谁有这个能力就是参加这个写论文也好辩论也好就是都都很好就是 当时都是虽然没有说是什么就是专举论 而且当时当天我就突然的一个缘起就是给大家给的 就是所以说呢有时候呢就是也有一些好的那个就是比如说这个上师也是这个善知识啊 就是弟子也是信心非常大的人的话呢就是有一种这个语言的 然后就是法师也是这个反复人 然后所谓的这个听话者呢就是另一种心态的话呢 有些时候呢就是反而就是一句一句缘起的话呢就是自己也可能就是说 变成这个离开就是这个一些学习道场的这个因啊 就是这种现象也是有我们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见仁见智吧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情况 就是这也是难免的就是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缘起法吧 就是缘起法都是这样的本来是一万岁就是就是然后各个众生就是对他看的就是都不相同的 所以呢我想呢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因缘 不管怎么样在这里呢大家要明白就是说我们这个善知识啊 就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修道过程当中 如果没有他的知识的话呢 我们再怎么样聪明也自己看书恐怕是不行的 说实在的就是任何一个这种这个佛法的窍诀的话呢 那么就是上师的这些知识没有的时候呢 我都是在想啊就以前前辈的这些上师们的知识 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自己再聪明 你可能翻阅了多少多少的这个经书啊 就但到最后自己真正有一些无形的话呢 就是恐怕就是非常这个困难的 下面我们就是紧接着讲啊 就是当知与人知人佛心本无差别 自愿迷雾不同所以又与又我 呃无尽未溯 摸和波罗波罗米 呃波罗波罗米法 呃实如等呃自得智慧 呃执行地挺 我为入所 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啊 你应该这个明白啊 就是我们世间当中的有智慧的人和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啊 就表面上看的呢就是有些是有智慧 有些是没有智慧 有些是看起来就是各方面都是非常这个成功的 有些是非常不成功的 那么这些人呢在现象当中虽然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呢在他们的佛心呢 在这个如来种子本来这个面目上呢 都没有这个丝毫的这个差别 那就没有丝毫的差别 只不过呢就是我们现在在现象当中呢 就是看到他们的一些这个有些愚钝的人呢 就是他特别的这个迷惑 而这个有些智慧的话呢 就是他是在现象当中都是非常这个有这个就智慧啊 就是有这样的不同而已 就是你和不明之间的差别后面也会会说的 所以呢就是出现就是有智者和无智者 就时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智和不智呢 就是全部都是这样的一种道理 当时呢就是他也是按照这个佛经一样 就是说说我今天呢就是为你这个说啊 就是大波罗波罗蜜多也就是说是大智慧必然 就是大智慧必然的非常甚深的法门呢 就是我现在呢马上给你们就是传讲 那么你们每一个人呢就是根据自己的智慧啊 就是非常这个激进会胜的 应该说是专注啊就专心致志的要这个地听 就是我才可以呢就是跟你先讲 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经常讲这个文法规律啊 就是文法规律 那也就是说就是听法的过程当中呢 心要这个清净啊 身体呢就是也应该如法啊 还要这个就是远离一切这个过患 具足一切功德 就是包括什么这个这个六波罗蜜 这个就是思想啊等等 就是以这样就是非常认真地去这个听说 佛陀也是为这个他的这个眷属所宣讲的时候呢 就是在前面呢就是就地听啊 就是又这个呃就专注地听啊 就是专注地听啊就是专注地听 所以在这里呢呃就是大家要知道 是我们就是每一次就是不管是任何一个法师 在听说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还是很认真 就是这一点很重要啊 就是尤其是我们有些这个呃 道友啊就是在听法过程当中呢 经常有一些这个记录的这种这个习惯 就是这是很好的 就是我都原来是应该是在上师主义宝面前也好 在其他法师面前的话呢 我就经常想啊就是在听课的之后 不管怎么样 比如说听一个小时的话呢 那么一个小时我就肯定干不了什么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还是尽量的就是不管是这个法师就是讲的怎么样 就是我还是要非常认真的 如果我很认真听的话呢 那么这个法师再怎么样也是 他肯定有很多很多值得我这个记得记得记住的地方 如果我没有认真听的话呢 那么这个传法证实再怎么样这个优秀的话呢 我可能就是都没有 尤其是我的这个心态就是非常这个重要 我们这个听法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种啊这个傲慢心啊 或者是有一种嫉妒心啊 就是看不惯的啊 就这样的心态的话呢 那么在佛陀面前听课的这些人也是何来都是 神邪见就是没有就是得了这个利益的 因此更何况就是在世间当中的其他一个老师和其他一个上师 因此呢在这个文法的这个法器啊 就是在这里呢 就是非常这个明确的这个说了 下面就是说是三知识 此人总惹可念不惹 不失而自信不惹 犹如硕士不保可当说空 完结不得坚信 终我又一 那么啊就是说他这里呢 就是说 不是我刚才说了吗 我睡着了 你们叫我嗯 会不会啊 你看他真的睡着了 是吧 啊 你怎么眼睛那么红啊 啊 为什么 啊 不是睡着啊 是禅品 不如波罗蜜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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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讲的 说是这个世人重惹 世间人们的话呢 就是整天都是口里面就是说这个 波罗啊 就是波罗啊 就经常我们也经常讲空心啊 智慧啊 等等 这样 但是呢 就是实际上如果这个不认识这个自信波罗 其实波罗呢就是有文字波罗和自信波罗 即到过的这个波罗啊 就我们经常讲这个波罗 那么真正的这个自信波罗呢 就是信的这个本来面目 然后语言文字的这个波罗呢 就是它是这个并不是真实的这个波罗 所以世间人们呢 就是经常 比如说口里面念金锦啊 金刚锦啊 或者说经常呢 就是在谈论当中就是学中观啊 就是学这个波罗啊 就这样 但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真正的认识 在这个没有真正的这个修行认识的话 那就像是人们呢 经常就是谈论一些事物的这个营养啊 价值啊 等等 但实际上呢 就是你没有去这个相拥 没有去相拥的话呢 就是不可能就是自己啊 吃得饱 就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口单锁控 完结不得见性 就是这仅仅是一个口里面 就是空口 就是说万法都是空性 现在很多人断装去 就是从来一刹那都不思维空性的意义 就是万法皆空啊 四大皆空啊 诸法皆空啊 就是有一些口号般的 就是这些话呢 很多人的就是会说 就是不信佛教的人也是经常 就是就啊 你们不是这个佛教 说是一切都是空的 一切都空的时候就没有任分 但是这样下来的话呢 其实也是没有什么这个多大的这个意义啊 就是没有多大的意义 就是光是光是这个口头上就是说的这个空话呢 就这个是没有的 我们当初佛教当中也是一切都是经常就是说这个空话 说大话啊 就万法皆空啊 因果空啊 什么这个前世恒世空啊 就这就是空性的道理都是没有明白的 好像也是在我们去年讲过的那个飞行课里面也讲过吧 就是邪道容易无道难 什么这个下功夫重视不下功夫重视线啊 就是你学到的很容易 但是你真正舞蹈真正修行呢 就是还是很难的 你如果没有这个下功夫的话呢 还是怎么讲啊 就是都没有什么真实的这个论业 能行不行空费你 什么啊 就空空论所 空空论所 一一突然啊 就一突然 这样这样的吧 就是这个飞行课里面 就是说就是你 嗯 光是这个信一点空论 或者说是说一些空性 你没有就是真正去修行的话呢 就没有这个用的 没有用的 我们生活当中也好 就是平时呢 一切都是借空的 就是就这样这个 呃 口口声声就是说空性 也是其实是起不到就是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所以说呢 我们真正的一些这个空性呢 就是要呃 怎么讲啊 就是说呃 有一种这个呃 妙空啊 就是这这种这个空的话呢 呃 那么呃 就是用语言就是说也是是很难的 并不是是一种这个弹空啊 就是一种弹空 就是那么 也就是说到最后真正是呃 这种红堂尼僧的大德性呢 呃 就是不离开的 就是一种光明一系的呃 啊 境界 就是这就是真正的这个空性 呃 我不知道以前讲过没有 就是以前那个隧炮的时候呢 有一个叫做是 名字叫这个解脱啊 就是就解脱 就是解脱的和尚 那么这个解脱的和尚呢 呃 他以前是呃 据说是在这个呃 就是这个呃 也是在五台山啊 就是有一个寺院叫做是 哦 赵国寺啊 就是赵国寺 然后呢 那个呃 呃 在那里就是一个知法师啊 还是在那里就是剃头 就是然后就是修行 修行以后他呃 他后来呢就是去一些其他的这个资源里面 但这些法师呢就是特别的自这个器重他 就是有些有一个就是大大师啊 就是叫这个呃 执招大师还是执招大师吧 就是他呢就是特别就是就是欺准他 就是给爵授们的说了 就是说是你们这个呃 怎么样努力的话呢 就是根本比不上这个解脱和尚啊 就是解脱和尚 那么有一些就是苦苦和苦干的话呢 就是你们不让他就是他他呢就是通过这个餐厅来就是真正这个 这个给大家就实现一些妙用 就是这样子他经常这样 那后来呢就是他在呃 自己的这个剃头的那个誓言 就是说是在东台东台那个地方 就是东台下东台山脚下五台山脚 然后他这里呢就是有一次呃 他平时呢就是白天都是在这个呃 念那个宋八成经典 然后晚上呢就是呃 呃 就是就很多其实这个汉传佛教也好 当时我曉得有些法师呢就是白天都是呃呃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洪化名声的事业啊就是念经啊就是这些 然后晚上呢就是就相当长的时间当中就是参参大作就是这样的 然后他每次都是这样的 有一次呢就是白天就是在呃这个东台下面呢 就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盘石上就是 然后呢他自己就是呃 就是在那里就是发现了就是有一个比丘啊 就是比丘就比丘在这个 但是这个比丘呢看起来都是特别的这个壮严就是他身上穿的穿的这个草衣 然后就是显得极其的这个壮严 对他呢就是生起极大的这个信心 然后呢就是他就祈求啊就是说我非常想见这个文殊菩萨 就是到哪里去能见得到这个文殊菩萨就是问那个比丘 然后比丘呢就是他说那个制止这个纪念画 就是制止纪念画 然后呢这个纪念画就不知道我们这个现在就是极个人 原来我不是给学院每个道友就是给医保啊 就是后来听说是他们那个金简化 这个公司都呃什么呃 其实公司都不打他们那个唱不到就是 然后我也去就看了就是他们的那个到底是不是这个舞台上当地餐的 就是如果不是当地餐的话那我就不买就是 就是那个地方然后就是呃 就是呃 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有一些这个信心吧就是给他给他们打广告的话 那也许可能以后还是需要输一些钱啊我呃 不然我课堂上的一句话有时候呢 可能后来就是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声音上的时候呢 那天我们有些道友也在说就是说是提了什么什么 你们公司的兵子 你们如果呃不给什么的话呢就是再说开玩笑 所以不管怎么样 舞台上的有些这个这个山山水水啊 就是对这个文殊菩萨 也许我的是刚开始就是上师如意宝 呃就是一起就是去就那里那里的世界呢 就是当时我们的这个信息呢非常大的就是 就是的确也是就是就是把所有的人呢 就是就看着这个文殊菩萨的发现 所有的草木呢就是都觉得是这个文殊菩萨就是 就是加持过的甘露就是加持过的这个一些这个音色 就是所以呢现在也是这个这种信念就是非常强烈 不管怎么样就是当时那个公案当中就是记得是 他这个这是那个纪念花就是这是纪念花 然后呢就是呃就一下子就不见了 一下子不见的时候呢那个解脱和尚特别伤心 就是他自己跑到那个石头那里去 然后大哭啊就是祈祷啊呼唤啊地灵啊就是一直一直这样 但后来的时候呢又是在那个东台这个山脚校的话呢 就是有一次在一个光光就是光光圈里面啊 就是在一个圆光当中呢 就是发现就是刚才地球的这个上半身就是现在非常的这个壮严 然后呢就是对他就是呃这点就是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解脱啊 就是所谓的这个解脱的话呢就是呃是这个 这个是自己就是除了这个自己以外呢 就是并没有什么可寻找的另外一个解脱啊 就没有什么就是在解脱到就是自己 就然后说完了以后呢就是消失无际了 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呃就解脱和尚的话呢 就是完全都是误入一个心的这种特别甚深的这个薄弱的这个境界当中啊啊 就是这个时候啊 然后呢就是他就开始这个发愿啊 就他说我现在呢就是已经就是开悟了就是这么这个深深的一种这个境界吧 那么我这样自己都想的话呢就是非常不合理的 我一定要就是把这么这个深深的道理呢就是传给这个有缘的这个众生 那完了以后呢他进一步的就是在这个入于一个沙灭顶 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的这个佛陀呢 专门就是对他就是有一个偈颂来这个怎么说啊 就是学习他就是说是诸佛寂静甚甚法 什么这个狂行修行进来得 就是说诸佛的这种境界呢就是非常甚深的法 就是那么今天呢就是你通过这个修行就是才能得到的 如能开销此法言我等诸佛借随其 就是说我们你今天呢就是动到这种道理呢 就是我们这个一切诸佛的话呢就是这个随行 就是他就当时呢就是在通过这个沙漠顶啊 就是通过他的禅定当中呢就是他得到了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境界啊 就是他已经获得了就是我当这个祝福呢 就是在这个随行就是已经获得了这样的境界 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就心里面就是想啊 那么这样的这个深深境界呢 虽然这个不可言说的 但是我有一种方便方法来给众生这个宣说 给众生要支点的话呢 需要什么样的这种这个途径和这个知识法啊 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就是进行这个询问 这个时候呢 有境界者呢就是也对他就是诸佛呢 就是对他也是就是说是这个方便智慧等召见性境界啊 就是这个方便啊还有这个智慧呢 就是像灯一样的召见我们的这个心和自己的境界 欲救正法性一切什么一切皆无有或者是一切这个无所见 一切无所见就是他当时说是如果你要真正就是懂得懂得这样的道理啊 就是你要想探究真正的这个法性的话呢 那么就是一切都是无所见 也就是说是在真正这个法性当中就是薄弱的了不可的这个境界 就是那么之后的话呢 就是已经就是成了特别就是了不起的大德 就是所以我经常在看啊 就是一些大德的这个专辑的话呢 就是对我们还是很有这种帮助啊 就我们现在的有些修行人呢 不管是祭祀就是出家人就是很多人把这个心思呢 就是散乱在一些没有这个意义上面 就是我昨天去那个德巴堪布那里 然后德巴堪布呢 就他就当时我这个一下午吧 就是时间也比较充裕 然后就是他随便就是讲了一些话 他讲的话呢 我就观察得到我们时间人一般讲的呢 可能痴痴呵呵啊 就是有些现在的什么电影电视啊 然后有些这个钱啊 就是这样那样的就讲 但是前辈的这些大德们呢 就是所讲的全部都是是一些这个 要望这个修行上 要望这个前辈大德 他当时给我讲呢 就是他的根本上师呢 就是一个叫做是班马堪布 然后班马堪布的话呢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贝罗法王 就是去年刚刚圆寂的那个他的前世 就是那个他的前世呢 就是有一次给那个班马堪布 就是相当于是寿记一样的 就是跟他说 他当时二十十九岁的时候 十九岁的时候 他当时呢 就是说我们背于什么样呢 就是听说的资源里面 就是把你当当什么什么的负责人 你不如呢到别的地方去求学起好不好 但是这句话呢 就不要说实实 我说的 不然的话呢 我要安排就是这些人就是你自己可能出去就是到这个呃 嘎托斯去就是 嘎托斯德仁波切的话呢 我的朋友就是我给他写一封信 然后他就写了一封信就是到了那个嘎托 到了那个嘎托的时候 当时他们的这个人员呢 就是基本上都订完了 但是他因为他的这个寿信呢 就是已经在在哪里 就是就可以就是进入他们的佛学院 然后在那里求学这个五年 就是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叫你等干部 然后你等干部呢 就是看到他是白玉来的 就是他特别这个欢喜 就是然后说是啊 就是虽然比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 他是个辅导员 然后说是啊 我这家乡来的有一个人的话呢 多么好啊 就是然后经常呢 就是他们一起就是哭息呢 一起辩论啊 修行呢 然后一直这个五年以后呢 然后你等干部就是说 我现在呢 就是要前往这个市区 就是听说这个蒙芳仁波切的 呃清传这个弟子 看部更货尔仁波切就是到哪里去去吧 然后问他就是愿不愿意去就是他说是我也愿意去 然后呢就是他们两个一路越是到这个 看部更货尔仁波切的寺院里面去 再移植他呢就是已经这个六七年吧 就是七年 然后后来呢就是他真正这个呃就是对大圆满的一些境界啊 就是全部都已经非常这个不错了 后来就是他就好像就抗拒那一遍就是他到了我们这个寺院里面 像这个德巴坎布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有十一个人说的 然后呢就是呃就是呃 还是就讲讲很多这些 就一讲的话呢就是全是前辈大德们的一些专辑啊 就是很多的这种精彩的这种经历啊 就真正一个求学者的一个真正的这个修行人的一个历程啊 就是他的这个心路历程就是那这做的时候呢也是就是很多 后来我给我们寺院的佛学院的道友们沟通了一下 我说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话 每天的心思也许可能是并没有像以前一样的这些大大门 完全是专入我们 因为现在看得多 听得多 好多好多事情的话 并没有把心专入在真正的闻思上面 确实是差别非常大 所以说在这里刚才讲了一个叫解脱和尚 他是通过应该是文殊菩萨的一种加持 然后后来认识心的本性 前辈的大德们也好 谁都是应该是有一种 无论是你是什么身份的话 认识本性以后才能弘大的弘法力生自然而然成就的 然后自己的修行也是非常的容易 没有认识本性的时候 的确也是有一定的障碍 遇到一点点的事情 我们经常有一些阻扰 有这种情况 下面说三只蛇 磨合菩萨菩萨菩萨米是三语 此言大之会到彼岸 此虚信心不再可怜 可怜信不信 如患如化 如炉如点 可怜信心 则行寇相隐 本行似佛 你行无别佛 说六祖再继续说三只蛇门 莫合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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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印度的范语 也是丧着的天生的语言 非常有加持的 所以以前有大德们有个别的一些语言 咒语这些都是不能翻译的 也不翻译的 就这种情况 然后说我们现在翻成韩语的话 叫磨合大的意思 然后波罗波罗咪就是智慧到彼岸 波罗是智慧的意思 到彼岸就是波罗咪 波罗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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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必须要心和行为一起结合起来来修行 不在口连 不是光是口头上 口连信不信 那么如果我们口头上说智慧波罗贝罗咪多 就是天天光口里面连诵也好 还有心里面一点都是没有去思维 也不会去修的话 那么这个是不文国的 就像是如红如蒙 如点如露一样的 它一下子可能稍微有出现一点 你看三点一样的话 一会儿会出现的 但是过一会儿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现在 其实韩传霍教当中有个别的经常 就是这个早晚课啊 就是加持肯定有的 就非常大的 但是最关键还是需要这个文 这个文实修行 我们当初佛教当中有时候呢 也是一些这个经常是呢 就是到这个一些这个私人啊 或人面前呢 就经常念很多很多经 当然年经有功德 就是这个是我们不可否认的 但是功德最大的呢 因为这个苏年的这个经跟这个经意之间就结合起来 如果刻念也念 然后心里也会会观想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叫做心形相应 就是可念心 就是那么心口呢 就是可以说是相应 心口相应的话呢 那么本心就是佛 就是然后就是就完全明白 就是我们的这个本心是佛 就是本心是佛 而且这个完全不会离开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我们最近通过这个讲密法 和通过讲禅宗的一些法呢 我听说有些道友的话呢 就是真的已经明白了 就是一切这个什么就是本来就是清净的这个道理 我也相信很多人是非常这个认真的这个修行 就是应该会明白的 就是这是这种这个道理是很简单 就是看我们一路能不能这个修行 本人本人自己的这种经验来看的话呢 道理中都是就是就是很早都明白了 就是可以说是一直这个上师的就是 就是就就很短的这个时间 就是讲了密法以后呢 就是道理是应该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什么了 就是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后来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 的确也就是需要就是化 就是所以自己也没有下很大的功夫 就是所以在这方面有点这个谦虚 不然我想那个这样的时候呢 大家也是应该知道 如果我们从来都是没有受过这个佛教的珍贵教育的话呢 我们会可能念很多很多的经典 但是呢就是不动意不动意的话呢 那么中下善改而已 就是其他就真正的这个佛教的非常殊胜的不可思议的这些道理呢 这是磕度差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的话呢 呃就是磕度伤就是会 哇 又没有电了 是吧 什么了 嗯 如露如电啊 本心是佛 离心必无佛 啊 哎呀 嗯 这是那个呃 就是讲到了这个佛和呃 这种这个信啊 就完全都是是呃 就是一位一位一体的 那么这个道理呢 我们这个有些人虽然是这个佛 但是这个道理就是不懂 这也是这个呃 这个呃 怎么说啊 就是大家就应该这个没有修行的缘 以前汉地有一个叫唯款法子 然后别人就是问就是什么是真正的这个道 就是也就是说 所谓的这个道的话呢 真正的这个波罗蜜多是什么 然后他说是真正的波罗蜜多呢 就是真正的波罗蜜多呢 就是你的眼前 就是在你的眼前 然后呃就是有这个弟子呢 就是问如果是我眼前的话呢 我为什么是见不到 然后他说是因为你有过 你有我之啊 就你有我之 所以是表面上看来特别简单的一点 但实际上呢 的确也是这样的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性的本性呢 每个人都这个具足 万法的本性呢 也是是光明灵犀 无为法 可是我们呢 见不到 为什么这些大德们呢 就是他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 你看刚才那个 就解脱和尚也好 或者说是呃 就是哪一个这个大德的话呢 就是非常非常这个容易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呢 当下有一种这个巧妙的办法 就是把这个我之这个去开 就这样的时候呢 一下子就马上这个能见到了 就因此我们还是这个祈祷这个一些上师啊 就祈祷一些这个佛菩萨啊 同时在自己一种什么说啊 我都是自己没有这个很多的这种经验 就是这样说的话呢 就是可能一忙到忙 但是呢 呃 就是已经这个关注很多年了 关注这个几十年了 就是这样以后的话呢 我希望是长期的 就是要这个惯性 就是对这个新的芬兰年牧师如何如何 或者就通过这个禅宗和弥宗许多的教言结合起来的时候呢 到一定的时刻呢 就是这种境界就会比较稳固的 那么下面就是说这个和民木河 木河时的新量大 就是新量广大 犹如虚空无有变盘 也无奉愿大小 也非清黄赤白 也无上下长短 也无成无耻 无是无非 无三无恶 无有土为诸佛刹土 尽同虚空 时日妙性奔空 无有异法可得 自信正空 以父如实 他这里说 因为我们前面讲 魔火波罗波罗蜜多 那么什么是这个魔火呢 就是魔火就是大的意思 我们就马哈亚 就是我们藏文当中是 马哈 马哈佑格 阿尼佑格 阿迪佑格 就是所以 马哈的话呢 就是是大的意思 什么大呢 就是并不是说 就是你的耳朵大 头大 鼻子大 就不是这个 就是这个信量大 就是佛教当中的 真正的信量大 世间人当中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信量不大的话呢 人获得很累的 就是不管在任何时候呢 就是信量比较大的人呢 就是他遇到什么事情的 就是非常的这种容易 如果信量不大的话呢 就是每天都是自己 就是有一种烦恼当中啊 就这样的 那么这种信量呢 就是当然是像那个虚空一样的 无有呢 就是边际 也没有呢 就是什么这个四方形啊 就是圆圈啊 或者说是就是大啊 下大小啊等等 也没有就是这个 形状方面也没有这些的 然后颜色方面的话呢 就是也没有这个蓝色啊 黄色啊 红色啊 白色啊 就是有这些也没有 还有呢 就是上下长短都没有 心态上面呢 就是没有这个嗔恨性和欢喜性 也没有这个是非和善恶啊 就是头位等等 就是 那么所有的这些刹处呢 就是全部都是如同这个虚空一样的 这是所有众生呢 就是本来具有的这种本性空啊 就是本性这个空 那么这种空呢 就是无有一法可得 等等你去找的时候呢 就是就像我们这个 《中观根本混乱》里面所讲的那样的 就是能力作舍的一切万法的话 就是要不可得 就是犹如从空的方面讲呢 按照这个全知无辜光尊者的一些教言所讲的一样 就是可以说呢 就是这个规茅图销 没有任何差别 就是跟生女的儿子就是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呢 就是自行正空一乎如是 我们这个包括如来藏和 就是一切万法的自行正空呢 也许是这个不离啊 就是什么若是无事系不住心间 就是所有的这些有事无事呢 都不住心间 然后这个彼时无语相 无缘最极灭 就是什么那个 寂天菩萨也这样这样的吧 就是你到最后最高的这种境界的时候 就是然后就所有的有事无事呢 全部不会住在心间 那么所有的这种相呢 就是全部都已经熄灭了 就是这就是最极灭的 最最最巨尽的最这个殊胜的一种法了 就是这是呃 就是在这里所谓的这个大 就是在这里呃 大空心也好 我们经常遇到默化 就是嗯 这么高兴 你看嗯 你都没有这个店的时候呢 男总都不小 然后男总没有到的时候 就他们很高兴啊 哎呀 大就是所谓的这个大的祭祀就这样的 然后三知识 他这里就是继续说 上知识们呢 你们就是不要就是听到我说这个空性呢 就是便去这个执着空性了 如果你去这个执着空性的话呢 那么就是第一摸执着空的 就是那么这个第一就是真正去这个第一个呢 就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呢 你们不要去就是执着就是一个单空 就是光是一个空性的执着 如果你去真正去这个心 心这个执着一个空性 就是这样做残的话呢 那么这种执着呢 就是一个无极空 那这是现在我们参众当中的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啊 就大家一定要注意以后这个修这个残子时代呢 前往都是不要担住啊 就是什么都没有啊 就是这无足他的 留住他的本意呢 就是绝对不是单独的一个空性啊 在这里说的非常清楚 当我这个给你们说了空性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去担住一个空性 如果你担住一个空性做作的话呢 这不是要叫真无空性的 这个真正的三某一定啊 它是一种无极空性 这是说的很对的 这是我们可能张朝佛教当中 以前的没有这个名词啊 就是说这个无极的空性的话呢 那么无极空性好像我们以前都是没有 没有这么讲 就是无极的这个 也不是善也不是恶的 就是这叫做无极可以这么说的 但是呢 也不是有的 也不是物的 就是好像一种这个扭然的这个状态当中 就什么都不是的话呢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是一个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一种无极的空性 但是你制作这个空性呢 我们就是前辈的大德读讲 这个这是一个没办法就是对峙的 特别就是严重的一个这种这个企图啊 就是中论当中也讲了 就是大僧所空法 为你助兼顾啊 就是说 就是大僧子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种空法的话呢 就是离开就是所有的这个见解 就是为了就是离开所有的这个见解而说的 什么这个如无见法空 就是诸佛什么不冷化 是吧 就是诸佛说不化 就是中论里面好像有这么一个偈颂 就是说是如果你真的要去 就是制作就是有空的话 制作一个空法的话呢 那么就是十方诸佛菩萨都是没办法就是调化你 就是没办法去这个救度你 你因为制作空法嘛 那么其他人和法就是制作呢 就是他有对着法 就是因为可以用空性来就是对着他 但是你如果制作空法的话呢 那么就没有办法的 所以呢 就是就是宁可有其他的这个邪见 但是这个空空之的话呢 连四号线也是不能有啊 就是许多经典当中都有这个宣说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就是注意 就是在这个禅宗当中也是赞旦的这种空性呢 就是不能就是自此为是最究竟的一种这个修行 三知识时间虚空能寒万无色响 日月兴术山河大地 全员细见草木众林 恶人善人善恶法善法天堂地狱 一切大海虚密如山 总在空中使人心孔义父如是 在这里讲这个三知识们啊 就是说是这个世界呢 就是这个权势跟这个虚空当中啊 就是可以寒色就是虚空的 整个所有的这个宇宙世界空间的话呢 都是在这个虚空当中呢 就是都可以见了 都可以这个寒色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日月星辰也好 山河大地也好 还有呢就是什么这个泉牛啊 山水啊 草木啊 林间啊 善人恶人 善法恶法 天堂地狱一切的这种大海和虚密山 全部都是在这个虚空当中啊 就是也可以说是 我们按照这个报信伦和其他薄弱法所讲的一样的 就是虚空呢 就是本来都是他没有这个提醒的 然后在这个虚空当中的话呢 就是应该就是让这个心枪 就是万事万物的这些法 就是就像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地球也是在这个空中 就是也可以这么讲 或者是在这个虚空当中呢 就是所有的万物呢 就是都可以涵盖 都可以涵色 同样的道理就是 我们这个世间众生的这种这个性的话呢 就是在空性当中呢 都没有一个不法患的 我们汉地经常说是元气行空 行空 元气啊 就是其实因为这个元气的原因呢 就是它的本性是空的 因为本性是空性的原因呢 就是它可以这个 就是说是就显现就是现现就是元气 好像这个还原经当中也是讲了就是若有余之佛境界 当之气亿如虚空啊 就是若有余之佛境界 当之气亿如虚空 就是说你要想知道这个佛的境界的话呢 要知道就是一切都是像这个虚空一样 虚空呢 比喻啊 就是非常这个广大的 而且呢 就是它能这个涵盖一切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所有的万法呢 就是就用这个虚空来比喻 就是吊致这个空性 三知识自信能 汗色万法世道 万法在主人心中若见一切 人恶欲之与善 今皆不去色 也不染住 行若虚空 明知为大 故于磨合 那三知识 他就六祖呢 就是再三说 就是三知识啊 一切万法呢 就是都是可以呢 就是在这个大 就是这个磨合当中呢 可以包括 因为万法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众生的 这个心体半空当中呢 就是都可以汗色的 如果我们见到 就是所有的恶和所有的善 那么都是是 没有什么可取色的 到最后的见解当中呢 什么善恶 这个沾入 什么这个清净和燃雾 都是是没有的 心呢 像那个虚空一样的 这就是大的意思 这就是磨合的意思 其实前面呢 就是磨合 波罗波罗蜜多的时候呢 就是磨合吧 就是为什么讲大呢 就是大一方面就是 善和恶呢 就是在虚空当中 也没有什么这个取色 我们密宗当中也经常讲 不是这个无趣无色啊 就是什么这个无相啊 无辱啊等等 那么这个 真正到了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呢 不仅仅是密宗当中 禅宗当中也是 他就是已经讲了 就是善和恶 就是无趣无色啊 就这样的话呢 这个禅宗的这种意义 跟密宗的意义 非常相似 现在有些人呢 就是经常说 你们密宗 怎么怎么怎么 其实密宗里面就是三恶不取色的话呢 在显宗当中也是三恶不无有这个取色 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人的境界 我们一般人呢 就是就开心和不开心 不可能是一体的 然后这个阴阳不可能是一体的 那么就是黑色和白色 就不可能是一体的 但是真正修行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 在万法的根体上面呢 就是没有这个这个取色 这是我们以理可以这个能真诚的 就是像大话王王那样的见解 也可以 我们按照那个现在的这样的推断方法的话呢 也可以就是 本性当中呢 三恶或者是趣和色 好和坏 大和笑 所有的这个什么差和短 土和味都是一体的 就是你真的本性观察的时候呢 空性方面也是一体的 清性方面也是一体的 那谁能到达这种境界的时候呢 为什么不说这个善恶无趣色呢 这种无趣色的道理呢 不仅是一个显宗的这个特点 就是民众当中的话呢 就是更有它的特色 好 今天讲到这里